如果问春蓝什么品种最好看,那么树花无疑是其中的之一 树花指的是兰花开花的时候,这个颜色,花朵的颜色,花瓣 只有一种纯色,没有其他的颜色,没有杂色 树花为什么好看呢?因为兰花本身的我们比喻兰花是君子之香 那么树花就显得更为树雅清雅一些 树花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天然的,就是在自然环境下自然生长的一种花的颜色 第二个就是基因选育,人工培育现在在市面上这种花不少,很常见 也并不是很高贵 第三种就是选育,选育是属于基因突变的一种形式 就像我现在手上的这盘兰花,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开花已经开过超过半个月了 花舌的颜色是统一的是树花 那么其实这盘兰花在2018年的时候,它还是一颗普通的兰花 它跟我另外的一盆 是同一株上风苗分下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分下来的呢 这个花就是很普通的,很普通的,里面有杂色 它这个花朵里面是有杂色的 现在两盆兰花放在一起来看 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的叶片 叶片的关系还是比较近 可以发现它们叶片的涨势,叶形的都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花朵是完全不一样 那么究竟是怎样发生这样的变化的呢 还得从2018年的春天开始说起 2018年春天开花的时候,它大多数的花朵都是像这样的有杂色的 只有一苗一朵花,开出了纯树纯花 那么我就把这一苗给分切下来,单独培育 单独培育呢,它就是说防止这个突变的基因 再被这个整个蓝猪的铜化掉 只有把它单独剔出来 单独剔出来,它才会延续自己的这个突变后的这个基因 在2019年2020年,两年的年续开出了树花 这个呢,都有照片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 然后呢,去年2021年呢,没有让它开花 为什么?因为我想育苗嘛 把这个苗情越来越多一点 因为开花对于春兰,对于特别是那种苗情比较弱的春兰来说呢 消耗是比较大的 那么去年是养了一个闲脸 没有让它开花 今年再让它继续开花了 今天这一棚的六苗的春兰开出了五朵花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花呢,都是非常漂亮的 蓝花的基因在养护过程中,它是会有变化的 尤其是自然养花,在养护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每年开的花朵颜色或者是形状 多有细微的差别,当然这种变化呢,有大有小有快有慢 一旦我们发现这个兰花其中的 呃,一苗或者是其中的一个花朵出现了不一样的状况 而且正在趋向于我们喜欢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即时的封苗把它分下来 单独栽种,一定要把它分下来 不让让它混杂在其他的普通的蓝虫中间 那样会把它的特性浅滞给埋没掉 谢谢大家 然后让我们看完